审視大概一分鐘 正式女士們 大家好 我是香香直播 今天是星期六 所以是香香 隨便說話 今天的發言是這個 你們越不越很可愛的男孩子 好 你們是不是很可愛的男孩子 でも 所謂所謂 君達的ような 恋愛経験の少ない若者達には 写真見ただけで 男子か女子が判断すること 不可能ですよね 欸? そんなことはない? 好 那我們現在試一下 我給你們看看10張照片 然後你們猜一猜是男的還是女的 好不好? 之前我要說 這個非常難 猜得到7張的話 你們已經很厲害了 好 那開始吧 第一張是她 嗯 嗯 なるほど 第二張是她 哇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第三張是她 也是可愛的 第四張是她 особенно還一個可愛小型的 就是 這當然整個可愛的 這很不錯 完美 她 還有一張是她 第十章是他 哦吼 第九章是他 我也是可愛的 第十章是他 哎呀 好像是第十章最可愛的 好 怎麼樣呢 這是十章的照片裡面 男孩子 有多少人 你們相約幾號 好好好 那 発表します この中で男子の数 は 十個人 全都是男孩子是真的 你們看得出來了嗎 第九章和第十章也是男孩子 其實這個人的話 有化妝之前的照片 是這個 果然是化妝師跟模式一樣的東西 我看來他的化妝的視頻 真是他媽的嚇壞 甚至日本版 女子的選手越來越多了 居然有這 男孩子化妝的照片是 What the way Japanese 他人 他人に迷惑かけたり犯罪を起こさなければ 僕は良い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ます 助走しないと分からないこと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意外と周囲からの視線が ドキドキしたりするものなんですよ あとね スカート履いた時の 股下に風が 入ってくる感覚は 奇妙 所以我都不知道 でも今回の写真を見て ちょっとこの世界のものを 開いてしまった気がするんだよな すごくみんな可愛くて ちょっと 興味が出てきてしまって 今日この頃です 好 那最後跟我一緒に 日版 今天的理由は 把中文的 有奇怪的 動詞放進來了 翻譯称 日版 是 なんか変なものが混ざってるな なんか 変な ものが 混ざってるな なんか変なものが 混ざってるな 好 那今天就到到這 今度は 我的微博、微信 還有這個頻道 また明天見 バイバイ